昨天上午 搭载着32车非金属矿石产品的中欧加蓝煤快线中老铁路国际货运专列 在中老铁路摩罕站首发 这趟专列从俄罗斯莫斯科哥尔内料站出发 经过满洲离口岸入境后 再经成坤铁路中老铁路发往摩罕站出境 最终抵达泰国曼谷马达浦站 全程运行约22天 相比传统海运路线节约了约20天时间 至此 中老铁路加中欧班列国际铁路运输大通道正式打通 当天 首列满载老挝粮食玉米的中老铁路老挝粮食专列 也从中老铁路摩罕站发车 该趟列车将到达猛自北站 并集散至全国各地 全程运行时间相较公路运输减少1至2天 运输成本下降20% 大大提高运输效率 有效降低运输成本 这也标志着老挝粮食运输 开辟了新通道 为我国与老挝等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粮食贸易合作发展 提供了新的平台 两年来 中老铁路 承载中老两国人民梦想 让两国乘客货物 双向奔赴 促进沿线商业 人文交融共赢 成为一条与山川同美 不断造福沿线人民的 国际黄金大通道 我觉得很方便 很省时间 自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 出行方便多了 最关键的是可以省钱省时间 而且很安全 我个人觉得非常好 一切都很便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